咱们先把菠菜切成长一点的段 菠菜中含有丰富的叶黄素 可以有一定程度的预防眼睛衰老 接下来碗中打入四颗鸡蛋 鸡蛋富含多种氨基酸和黄体素等物质 适当的食用对我们的眼睛也是有好处的 接下来咱们给鸡蛋充分的搅散搅拌均匀 小料准备一点葱花 蒜片 下一步锅中烧水 水开后下入所有的菠菜 咱们只要把菠菜烫至变色就可以了 变色后立马将它投凉 这样的菠菜也能保持翠绿的颜色 冷却以后上手撞干水分 再将菠菜简单的抓紧下抓散 接下来鸡蛋液中加少许盐 搅打均匀 锅里面加入适量食用油 油热下蛋液 底部煎至定型往前推动 让下面的蛋液也煎至定型 全部定型翻过面 将鸡蛋铲成大块 像这样就可以了 下一步锅中再来少许食用油 油热像葱蒜 咱们给葱蒜炒香 炒香后下入焯过水的菠菜 先将菠菜炒散 然后我们给菠菜调个味儿 先加少许盐 再加入适量蚝油提鲜 翻炒片刻将调味料炒均匀 紧接着下入鸡蛋 翻炒均匀后 美味继成 这样一道既营养又好吃的春日护盐美食 菠菜炒鸡蛋就做好了 喜欢这道菜的朋友 你也来试一下吧 点击我的头像 还能看见更多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了 关注老洋美食 让你天天做好菜 感谢观看